永辉高管辞职卖菜照抄老东家的模式 三年狂开1500多家门店 成了永辉现在超越不让的存在 他就是一品生鲜的创始人江电飞 曾经在永辉华东区当主经理 因为跟老板张宣松里面不和 被迫辞职 之后他带着五名下属自立门户 成立了一品生鲜套卖活着的菜 被腾讯和今日资本追着投资 更有的是他自己一分钱没掏 全靠员工纷纷挣着掏钱帮他开店 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首先一品生鲜起家时 社区团购早已经是红海一片 常规的路子肯定是逗不过那些大企业 那怎么办呢 江建飞另辟蹊径 一改传统超市大卖场的模式 直接在小区门口开启了高端菜市场 同时呢 他还把消费者划分为老人和年轻人 然后再针对这两个人群的不同购物特点来设置卖场 比如大爷大妈逛市场喜欢占便宜 一品生鲜 直接把蔬菜做成盆栽 连土带盆一起卖 那大爷大妈一看就感觉很新鲜 而且这盆菜买回去吃完一茶 肯定还可能会再涨上来一茶 就算涨不上来 我还能得到一个盆 而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讲 他们逛超市时总是不知道该买些啥 一品生鲜干脆给他们来个专属分区 按照火锅 烧烤 早餐 晚餐来做食材的区分 你想吃啥 直接去专属分区买就可以 又快又方便 还不会占用大量的时间 这样一来 原先不爱逛菜市场的年轻人 也都很乐意去一品生鲜采购商品 靠着这些差异化的服务 一品生鲜成功地俘获了各个年龄段的消费者 当然了 光开一家店还不足以干倒老东家 所以江建飞就想 怎样才能轻资产快速扩张呢 如果只靠自己投资 万一摊子扑大了 遇到风险可就血本无归了 于是江建飞就创新出了第二招合伙博士 拉着员工一起投钱开店 赚了一起分 亏了一起扛 这些员工一直在店里干 自然也就知道生意有多火爆 所以一听说可以成为合伙人 心里别提有多高兴 那具体怎么投资呢 首先 每开一家新店 总部出资30% 店长出资10% 总部管理层或其他优秀员工出资60% 等门店赚钱之后 每年再按照大家的投资比例进行分红 店里每赚的一分钱都跟大家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这些员工还需要店长去做管理吗 根本不用啊 不过有的员工就会说了 我也很想入股 可是我拿不出来钱怎么办呢 公司早就已经考虑到了 如果你没钱 你可以来申请公司的创业扶持基金 这些钱相当于公司借给你的 不收你利息 等你后期拿到门店分红了 再还给公司就行了 员工们一看 这相当于零成本创业 所以大家都争着抢着入股 总结一下 一品生鲜先对外 用差异化的服务和打法 解决流量裂变问题 对内用合伙人模式 解决投资和管理的难题 一品生鲜就靠着这套玩法疯狂裂 变出1500多家店 他不仅不用担心 重资产投资风险太大 还激起了员工积极性 这就难怪会让永辉超市感到害怕 其实不只是一品生鲜 还有很多今天的行业巨头 比如白果园 喜家德 海底捞等等 都是靠合伙人模式 逆势增长 就连马云也说过 传统的雇佣制已经被淘汰了 未来是合伙制的天下 所以老板一定要把公司 做成开放的平台 让大家都可以来参与 跟你一块做 用社会的人 社会的钱 社会的资源 走上裂变式的发展道理